例如面對這種叫做家長式管理 作為一個投資者 你會否給我們一些簡單及具體的方向 去做一個中長線的投資規劃 其實中長線來說 最主要是看股息率方面 是否有一個吸引性 即是一般來說 可能現在由7月以來 也有大量的股份跌下來 相對來說 如果你看到那些股份 已經傾向過去五年的股息率 對比現在的股息率狀況 已經屬於一個比較偏高的位置 其實已經有一個吸引點可以買入 如果沒有特別研究 過去五年股息率的狀況 簡單點去看 如果你見到股份的股息率 有六厘或以上的時候 已經傾向是值得留意的 當然如果你剛好找到一些股份 有八厘以上的話 就更加有一個吸引性 所以作為一個中長線去考慮的時候 我就會用一個股息作為一個參考 另外如果你說是用一個股價的形式來看 可以去看到底現價的水平 已經是回到何時的股價狀況 如果你說已經是回到三年前的股價表現 這些已經開始值得留意 如果你說更加有些是回到金融海嘯 08、09年那些時間的水平的話 那麼吸引的誘因就會更加大 只是追求感到要考慮的探索 妻心在用測館 如果飛行詞過資格 究竟眼可以收取